暑假到了很多夏令營也已经起跑 但是今天上午就在台一大 替国高中生举办的营队 却传出有十名学生疑似是食物中毒 上午紧急的送往医院治疗 亚东医院有收到四名的一个转疹病患 那四位大概都是16、17岁的一个女生 从半夜开始断断续续有腹痛跟腹泻的症状 那昨天晚上他们是说都有吃一个便当 那便当的内容可能就是有一些 一些平常的青菜的东西 不过目前并不知道说 特别是不是跟这个有关系 这十名疑似食物中毒的学生 是参加台一大图文系所举办的营队活动 但他们在早上的七点多 陆续出现了腹痛和上吐下泻的症状 但是意识都很清醒 营队赶紧将这十名学生呢 分别送往了板桥的亚东医院 新庄的台北医院 还有树林的人爱医院治疗 至于是什么样的原因造成学生上吐下泻 还要进一步了解